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 2021年云朗观光泰鲁阁的峡谷马拉松 将在2022年的3月5号正式来开跑 那县长在记者会上呢 也广邀全国各地的选手来报名参加 一起来跑马拉松 马拉松是一项考验那一年的常跑运动 零年来举办泰鲁阁峡谷马拉松超过万人参加赛事 为了迎接2020年3月5号活动的到来 2021云朗观光泰鲁阁峡马拉松记者会活动 9号下午在汉平酒店召开记者会 现在许周围广邀全国各地好手前来花莲来跑马拉松 而且每一年的设计都让人非常非常的着迷 也因为这些讲台以及这个纪念山 让大家趋势若鹜 所以每一次一开放到年的时候都是两山 不论是42公里或是21公里 这是每一年全国以及国际的跑者 都希望一生一世来到花莲来跑马拉松的泰鲁马拉松 只要知道讯息出去了就开始走进去 所以我要谢谢长期来共襄盛举的台彩 以及威刚每一年也都赞助 无论是我们观光云朗在整个观光界 让我们的运动结合观光 或者是现在花莲县城用运动结合观光 以及观光结合花莲 再结合整个农业 再结合整个产业面 所以在这整个联统的效应 我相信在一万两千人的报名 以及进入在这个泰鲁河里面享受奔多金 以及享受那整个美好的环境的时候 我想这一点我们能做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光行销 花莲县丰富多元的人文特色 优美的自然景观 干净的土地风景 将马拉松的层次往上提升 期望与花莲的山水风光结合运动风气 让学生们在观赏穿过泰鲁河峡谷同时 也体验到健康的生活 记得终于黄色报道